明明是渤海马的保种场 为什么却让外来的大洋马充当新篮官 三十年的培育成果 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失去用武之力 兵临灭绝的渤海马 怎样才能重获新生 科技院马上播出 你好 欢迎收看科技院 在山东的蓬莱有一家马匹包装厂 养的品种是当地的渤海马 可是这几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在给母马配种的时候 充当种公马的除了渤海马之外 居然还有来自国外的种公马 这保种讲究的不就是要品种纯吗 怎么能让其他的马也来当新篮官呢 这匹种公马名叫和胜之心 是一匹德国温血马 在欧洲属于家世显赫的名门之后 这是德国的汉诺威马 汉诺威温血马 这个马体型结构非常漂亮 非常清秀 而且它结构非常匀称 汉威非常好 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种马 韩国财是中国农业大学马研究中心副主任 还是中国马业协会的副理事长 他评价和胜之心的时候 用了一个很专业的词 叫做汉威 什么是马的汉威呢 这个汉威就是马的一种气质 一看有那个马绳 有那个马气 有那种龙气 这就叫汉威 一看很带劲 就跟我们人说的 这个人一看小伙子气质非常好 马就来讲这个汉威非常好 马是要有汉威的 没有汉威就失了龙气了 他就没有爆发力了 没有见能力了 没有那种给人那种孤雾向上的那种龙马精神那种气质 相比和胜之心的汉威 这匹名叫波瑞尔的阿拉伯种公马就显得优雅得多 中国马业协会的顾问慎伟杰老先生 对这位白马王子赞不绝口 这个马多秀奇 你看他挺多漂亮 皮薄体型结构匀秤 非常秀美 非常漂亮 这是一匹纯董的阿拉伯马 皮很薄 毛很细 那个背结构 背腰上的背腰 这个烤布都非常漂亮 尾巴也是尾根翘起来的 一跑起来的尾根是仰起来的 一个固态 固态方面非常优美 尽管都是世界名马 都是宝马 但是他们在山东腾来的这个包种场里成为种公马 还是让人觉得很奇怪 因为这个包种场的主角是渤海马 这可是我国的畜牧工作者花了三十年的时间 才培养出来的特有品种 我们国家呀 就是像渤海马这种类群非常少 一眼就能看到了 它的体高 它的体型结构 然后它必须要达到一米五零左右 我们国家的品种基本上达不到的高度 这是哪个位置 只是这个提甲的位置 就这个位置 从这个位置 然后到地面的垂直距离 这是马的体高的位置 也就是说渤海马是我们培育品种当中 是最高的品种之一 渤海马体型高大 能离地 能拉车 它的出现 见证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我国政府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的巨大投入 华北地区原来农业马 主要是蒙古马 体重比较小 不适应当地农业生产 拉车运输 拉铝的需要 所以当时国家 就非常重视这个事情 花巨资 从前苏联 引进了一千多匹 各种品种的马 前苏联的马 来干嘛呢 来改良 我们当地的蒙古马 经过近三十年的杂交悬域 才形成了这种既能够拉离下车 又方便其成的 晚成兼用马匹品种 因为产地以山东省东北部和渤海湾南岸为中心 所以被命名为渤海马 原来有八万匹 所以大概 它是我们国家培育品种的成功的例子之一 可惜渤海马生不逢时 刚刚通过品种鉴定 被列入中国马驴品种制 山东省的农业生产 就迎来了机械化时代 一直很抢手的渤海马 好像是在一夜之间就失去了用武之地 我们在2006年破产的时候 就不到五百区 就是属于一个宾威的品种 眼看着渤海马被快速淘汰 兵民灭绝 韩国才他们焦急万分 2006年 山东鹏来的一位农庄老板范嘉义 慕名找到韩国才 请他来看自己养的马 这一看 让韩国才喜出望外 他把所有的 基本体型结构非常一致的 集中到一起 我一看 我们国家还有这样的群体 还有这样的品种 当时确实是感动了我 范嘉义是地道的阴台人 如今在蓬莱 建了一个面积有十万亩的大农庄 范嘉义养马的初衷 可不是为了什么保种 那只是因为他自己从小喜欢马 我天上也就喜欢 喜欢动物 第一喜欢马 第二喜欢狗 我们家养的大马 比那个早红马 我鸡 有点帅下 他都不跑 都停下来了 我从那时 我确实这种马 就感受了 范嘉义从小就把马 当成朋友 不但经常省下 自己的口粮给马吃 还会为了他的爱马 去偷家里的东西 成年后的范嘉义 做工程开矿挣了钱 就开始在家乡到处寻找好马 一旦看中了谁家的马 他就非得买到手不可 这是这里边最好一匹总工马 名字叫大一号 个子最大的 你看这个马的颜色 第一是正宗的 算是这个早红马 但中国的讲这个 原来讲传统这个早红马 这是正宗的早红马 所以这个马 这是整个体型结构 你看它这个标声 加它的四字 搭配着都很合理 你看它就看见那边摸马 说起这匹名叫大一号的总工马 范嘉义为了买它 当初可是下了不少公嘴 去了五次 到他家里 去一次涨一次价格 去一次涨一次价格 他一看到我已经准这个马了 马主人舍不得卖马 倒不是因为贪财 而是因为那也是一个爱马之人 最后这老头就叫我感动他了 所以说这个马 从你来这么多次 你迟到了这个价位 肯定你会把它养好 所以这个老大爷都把这个马 还是卖给我了 自从花了好几万块钱买到大一号以后 范嘉义买马的热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短短一两年间 他从山东省各地陆续收集回来几十匹渤海马 范嘉义的这个举动感动了韩国才教授 但却激怒了妻子马林 引发了一场家庭大战 但是妻子的反对并没能拦住范嘉义 尤其是在认识韩国才教授之后 范嘉义对自己的养马行为 突然有了一种天降大任于己的感觉 范嘉义听从了韩国才的建议 要建渤海马的保种厂 这就意味着他需要投入更多 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看不到收入 妻子马林反对的更厉害了 保种项目那不是哪个人能保得起的 这属于国家的行为 但不是老百姓自己来能去做的 我说我们要离婚 但是妻子的离婚威胁 还是没能让范嘉义回心转意 他铁了心要把自己跟渤海马绑在一起 范嘉义是一门心思做起了渤海马的保种 任凭妻子怎么反对他都不放弃 拿出一部分渤海马来搞开发 挣了钱才能更好的保种 达到良性循环 就是渤海马是什么样的 有一个群体要永远远远地这么把它保存下去 那么同时另一个部分 那么要拿出一部分来去杂交改良 培育适合现代需要的温血马 韩教授他们所指的开发 是要培育适合现代体育竞技 休闲齐程的温血马 温血这个概念可不是指马的体温 这是欧洲对马匹按血统进行的一种分类 一般分为热血马 冷血马 温血马 热血统的马一般是指 纯血马 阿拉伯马 阿哈马 这几个品种 热血马是用来骑的 也叫乘用型马 它们体型比较纤细 奔跑速度快 反应敏捷 是我们常说的 不用扬边自分体的那一类马 而冷血马的情况正好相反 这个马就是体格 比较大 身体比较粗壮 有的达到一吨一寸 这些马干什么的 过去是在这个 轮区啊 是用来拉木头的 冷血马 主要是用来拉车离地的 也叫晚用型马 它们反应比较慢 但是很有力气 而温血马是热血马和冷血马 杂交培育出来的后代 这个品种既不像春夏马那么热烈 和阿勒马那么热烈 人好接触 好驾驭 又不像你这个 晚用马 那么笨重 那么不灵活 所以它们俩一结合 也正好 使用 现在体型又比较高 性格又比较温顺 掌握东西又比较快 而且特别跟人马亲和程度又高 所以它的市场就隐约而上 而且是马术运动 修行起来的主流探索 现代体育竞技使用的马匹 有品种上的要求 单纯比赛速度的马都是热血马 而场地障碍赛 正装舞步比赛使用的马是温血马 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一个自己的温血马品种 韩国才他们认为 可以用渤海马培育出我国的第一个温血马品种 因为他们发现 当初培育渤海马的时候 既用了热血马 也用了冷血马 所以渤海马身上 已经具有很多温血马的特殊 你比如说 它的头型比较大 头比较大 头是直头 有晚用马头型的特征 而且有晚用马的这个径型 径比较短比较厚 径比较厚 它的体育呢 这个比较结实 比较粗壮 比较粗壮 它你比这个晚用马呢 要轻型一点 比这轻型马呢 要重一些 总之是偏重一点 偏重过去呢 主要是干活用 所以它的四肢要粗壮 肌肉要很大 而且它的蹄子也比较大 你看它蹄子比碗还要大 这蹄子非常大 所以如果干活嘛 在定位来讲 它抓地啊 是吧 你看纯径马呢 也就非常小 纯径马就非常小 它就进行了 进中线啊 啊 看到啊 它这块稍有 稍有个弯曲 鹤不是这样的吗 是吧 这个你就表示这个马的运动性能 这个平衡性能 比较好 虽然 渤海马具有温血马的基因 但身体偏重 不够灵活 距离竞技用马的要求 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那它跳舞呀 弹跳呀 什么运动性能 它就不灵活 人起了也不舒服 韩国才他们决定 先给渤海马瘦身 用纯径马来进行 第一代的杂交改良 纯径马呢 导入主要是解决 它的一个体型外观 和反应敏感问题 一年以后 纯径马和渤海马的杂交一代出生了 和纯径渤海马的小鸡子比起来 杂交一代显得甜甜欲利 这是坑的渤海马 所以你看它 就是还有渤海马这个特征 你的游鸡 从小就看它比较粗壮 比较粗壮 而且它你比如说它毛也比较长 然后四肢也比较粗 体也稍大一点 这个渤鸡就是渤海马的母马 跟纯径马的公马 杂交的后代 它杂交的后代 很有明显的几个特征 我们看一下它的头型变得清秀了 静变得长了 体型变得轻了 我们一看它的身材 它的四肢就比较修长了 跟渤海马一看 它这个体型就明显的瘦小一些 而且你看它那个蹄子也比较小 杂交一代的马鸡 长到一两岁的时候 再和同龄的渤海马相比 差异更加明显 先提高的渤海马的成年母马的提高 平均在一米五左右 这些虽然是一岁和两岁的杂交改造的橘子 都达到了一米六以上 它的胸围 也比渤海马的胸围 减少了大概八到十厘米 管围减少了两到三厘米 从运动天赋来讲 它就意味着它可能跑得更快 跳得更高 运动天赋更好 杂交一代的体质结构 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善 那么下一步该往什么方向改呢 韩国才陪着范嘉义开始外出取经 在走访了职业马术运动员以后 他们心里就有了底 要想培育出来的渤海温血马 将来能够出成绩 选择什么样的种工马很关键 这匹马叫Sanpuka 15岁的母马 它是2011年的世界杯中国区总冠军 也是中国区的第一个世界杯总冠军 它的爸爸叫Stagato 是汉诺威的现在最著名的总工马 这匹母马呢 我想说的是看着个儿大 但是它实际上呢 很容易起乘 那这个遗传呢 就是Stagato的血统 要找就找名门之后 血统纯正很关键 按照这个思路 范嘉义和韩国才 在德国找到了温血马 和胜之星 这匹总工马在德国是拿到正的 五星级的总工马 那这后代至少同样的马 它这运动性能上会有一个明显的提高 除了血统纯正之外 黄祖平还从运动员的角度出发 希望韩国才他们在改良渤海马的过程中 不要过于追求培育高头大马 你坐到马上你才知道有多高 所以绝大多数人坐到马上就恐惧了 马在动起来 在它不听话的时候 马本身受惊吓的动物 一动的时候 绝大多数人是极其恐惧的 本身也是很危险的 所以马稍微小一点 对骑手能够学会 那个心理上的帮助巨大 听了黄祖平的建议 再结合渤海马改良线路图 韩国才他们找到了个头不高的 阿拉伯马波瑞尔 看重的是它秀美的体型 和超强的耐力 这个阿拉伯马由于它主要的原产地是在阿拉伯的半岛地区 这是个沙漠地区 它的耐力比较好 所以这样的话呢 未来培养出来的渤海马就能够跟世界上说 如果想办法这个能够符合世界体育竞技啊 三日赛啊 耐力赛啊 他们的要求 如今渤海马的改良二代已经出生 它的整体状态更是让大家伙儿起上眉梢 你看哦 你看它的头清秀 眼达耳直 是不是 更灵活 从这体质结构你看看 进步也好 四肢也好 都有所改善 所以说我们也想通过激进杂交啊 真正达到我们理想的目标 多海温学马 我想这个是指日可待的 在训练场上 杂交一带的马匹 已经表现出比渤海马更强的运动性呢 虽然范嘉义的妻子马林 至今还是不愿意去看他的马 但是已经默认了这个事 而更重要的是 他们的小儿子离上了马 并且决定要专业学习养马 这让范嘉义对渤海马的未来充满信心 我们的第三代这个温学马 三年以后 肯定要参加这个我们这个国内比赛的 你看五年六年 我们有计划要参加能达到国制比赛的水平 这个事情我们是拽地富有的 而是我们也能实现这个目标 范嘉义之所以有信心 是因为将来培育出来的渤海温血马 会有很好的市场 有了盈利就能更好地保护 纯种渤海马 保种呢是一个大难题 为保而保 通常都会走入困境 但是韩国财和范嘉义 在渤海马的保种上 找到了一条开发性保护的路子 进入了一种良性的循环 他们的探索 值得其他保种项目去借鉴 好了 如果你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移动用户可以编辑短信 ABC发送到1066-33556 索取手机网 您也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和新浪官方微博 来查询更多的节目信息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的有奖收拾问题是 杂志的观众有机会获得月奖 广州万宝集团冰箱有限公司 提供的冰箱一台 亿万年前的地壳变化 成就了沐渔时的传说 一千二九层总部罗友 这一片特别的石子 催生了特别的财富 当我们拿了结果的时候 我们吃了一斤 让鸡吃沐渔时有什么必要 又有哪些甲粥 科技院向西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志愿者 杨志愿者 杨志愿者